大家好我是FM 今次為你介紹夜遊金坑古城住宿天南鄉樓藝術酒店 今次為何又講金坑呢 因為主要是看夜景 先由福田口岸踏10號線去到金坑站B出口 總共是16個站 沿著地圖一直走大約走2個字左右 就會見到這個城樓 今天又來到金坑古城 我是想看夜景 但今天下雨 我來到大約是下午5時 這裡開了一間新的客家會 我今次選這間酒店 因為一來是深 二來是在市中心 所以去很多地方都是比較方便 今天我們租了這間藝術酒店 現在先去裸房 我們先去裸房 看看周園環境 舒巴 現在我們去大圖 這裡很漂亮 我們先去裸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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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確診後 我們先去裸房 看看這裡 有很多藝術品的裝飾 看到沒有什麼人 快點在這裡拍照 看看有什麼看 這間藝術品的裝飾 這間藝術品的裝飾 很漂亮 我們今天是三樓 是最高的一層 然後先進去看看 有個廁所 有個奇光 都新整 然後左邊 看到有些拖鞋 有兩瓶 有兩瓶細的水 這個應該是咖啡 然後再進去 這邊是有個浴缸的 還有一次性的浴缸套 房間大約有三百多尺 到四百尺 這裡就看不到 很漂亮 看起來也不錯 拿了房間放下東西 就第一時間去吃晚餐 跟著夜晚的時間 是軟上一層牙夜遊 酒店旁邊有一間叫熔香匯 而最遠有一間叫俄師道 因為這間餐廳都經過過幾次 但是都沒有煮到進來 今次終於有機會 進來嘗試 他的菜式 他是用這隻蜜的長羹 好了 今天的菜式就來齊了 我是叫了一隻腰雞 燒得挺漂亮的 脆皮 88元 這個豆腐是28元 是特價的 但是沒什麼特別 這個呢 花薯葉炒得挺香 挺好 挺香 問他拿掉雜誌 他好像說要收加分 嗯 一路吃飯 他一路是播放卡拉OK的歌 我這一餐就是155元 吃飽6點多鐘 就開始天黑 跟著就有些燈 就開始開著 而附近是有一個鵝花廳 而這個位置就是左看來的景 這裏就是我們酒店房 看不到的對面那個位 周圍都看到紅燈 夜晚在這個位置打卡都很漂亮 這裏就是剛才吃飯餐廳的門口 可以見到附近有個塔 但是不給照片 這裏就是酒店對面的一枝雙皮 我們回到酒店的大堂 房間裡可以看不到的夜景 第二天早上我會在這個酒店附近拍照 因為他有很多藝術品放在這裏 如果來看夜景 我建議是租一晚酒店在這裏住 那一來沒這麼趕 二來晚上你可以慢慢游完 24時至村園 然後再游到金坑古鎮 我們就是住這間南鄉樓藝術酒店了 現在早上8時多 在這裏附近拍照 因為現在早上沒什麼油 而且感覺又靜又舒服 因為我買酒店的套餐裏面 是包含早餐的 那就可以去這間客家徒王餐廳吃早餐了 酒店會放一個電子碼去到你酒機 然後你貼這個碼就可以進去吃早餐了 這間餐廳的設計很像中國食材 最初我以為是自助餐 原來的早餐是包了中式、低式 那你一碟裝好不同的款式 放在這裏 有一個奶和一個白粥 還有一碟油菜 如果喝咖啡的話 就要自己上房談 住宿先來到這裏 那12時就可以checkout 繼續留意我下一段夜景的影片 好美呀